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現在訂閱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這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市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事業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戶型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等等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以及將來的收納及協助辦理各項政見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和跟進成為你資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現時我們在港島的銅鑼灣以及九龍的旺角都有兩間實體的木店 歡迎你隨時上來查詢各項大灣區事業的資訊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曾得最理想的安樂屋以至是投資物業 熱切期待你的到訪以及資訊任何關於灣區事業的問題 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我是湯 今次帶大家來到中山這一別一個靠近祁江河的項目 雖然非常靠近但可惜的一點就是現時這個項目 所有的示範單位基本上都很難真真正正看到河境 因為它實在是設計在太低層的位置 江河前排也有一些高樹 所以看出的景致江河被樹遮蓋了江景為主 但是是不是這樣我們就看不到漂亮的光景呢 除了靠現在這個整個地塊的航拍畫面 讓大家看到的光景是怎樣之外 這次我們的攝影師也都用了一個比較沾身的方法 其實也不是說完全創新的 因為可能之前其他影片 或者是我們部份的影片都會見過 攝影師模擬在某一些流程的高度 去看回外面的環境 所以如果是某些樓層的露台位 或者是客廳位置、主人房位置 看出去那個光景是怎樣呢 可以在我們的影片裏面 就能夠了解得到 正如剛才我們所說 由於項目的示範單位都設在低層 所以現在這個模擬在二樓的位置看出去 你會完全看不到光景 只是看到一些樹景而已 但是稍微高一點就不一樣了 你可以開始逐步逐步的看到光景 注意一下 低層正對著 除了是樹之外 亦都有一條電線在這裡 所以 有多介意 就真的要看回你自己 如果你不想看到這條電線 去回一些相對中層、高層的位置 除了是可以看到光景之外 對面的景色都能夠看到 現在大家可以正心聽著音樂 欣賞一下這個位置 處於中山的成光月景項目 不同樓層 看出去的光景 周邊的環境等等 到底是怎樣的 然後我們就跟我們主持Jerry進去 了解更多 對面的成光月景項目 就像我一樣的樣子 就像你一樣的一般 整個月一樣的一般 然後就像我一樣的氣氛 在這裡 也像我一樣的一個 明天的一般 我可以看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又是我Jerry 今次鏡頭帶大家來到中山市中心附近 看一個由廣州發展商成光集團所開發的樓盤項目 成光月景 其實成光集團比較少觀眾朋友會聽過 其實它在廣州也有一定的人氣 也有不少項目在廣州 包括珠海也有一個寫字樓項目 不過已經收樓了 今次成光是在中山市中心的第一個樓盤項目 而且不能看得到奇崗的優美景色 我們一起進去銷售中心看看 好,再看看沙盤 看回我們的沙盤 現在我們的位置就是這裡 這裡就是銷售中心的位置 這是我們的售樓房 你現在看到我們整個項目是分兩期建成的 第一期就是一棟、二棟、三棟、四棟 這是我們一棟的一個組團 二棟的話就是五棟和後面的六棟 是這樣 我們項目的總佔地面積是1.7萬個方 然後它的一個總建築面積差不多六萬個方 現在我們首期推出的話 就是我們全南向的光景的單位 就是一棟、二棟和三棟的 我們已經開了盤 一棟、二棟的話 它是兩棟、四棟的 那棟至五層高的 兩棟、四棟至五層高 意思就是意味著 它一棟的話 總戶數至有十六戶 是兩個電梯的 一、二棟都是一樣的 它的面積段是105方至138方 有三房、四房 那我們的另一 這個單邊位這個位置的話 是 就是這個138方的四房 OK 另二的就是119方的大三房 那另三、另四呢 就是105方的帶入戶花園的 南北對流的一個三房 其實我們每一個戶型都可以做到南北對流 真正的雙陽台南北對流 OK 一、二棟是一樣的 鏡像是嗎 沒錯 沒錯 鏡像是鏡像的 OK 那看回我們三棟和四棟 我們三棟、四棟都是一樣的 都是兩梯、三弧 兩梯、三弧 那麼 它的低樓層呢 低樓層呢 就看圓景 這個樓櫃的話 是超過了60米的 那高樓層呢 就看光景 看一線的光景 無敵的光景 那我們看回這個戶型 它的面積段是由99 至140 三房、四房的 那譬如我們另一戶型 它是140方的 南北對流 OK 另二呢 就是116方的 三加一戶型 即是三房可以變成四房的 嗯 另三戶型呢 就是99方的 三房兩位 它除了這個主陽台 向南以外呢 其他三間房都是南向的 都是南向的 所以我們三棟和四棟呢 是屬於我們流氓的位置 它前後向花園的 OK 嗯 那想請教一下 就是我們那個收樓時間 是多少 收樓時間呢 是我們工程進度的 預計呢 是明年的年底 明年年底 23年的年底 實際上我們的合同呢 是2024年的5月30日之前收樓的 哦 OK 是這樣的 OK OK 那價錢方面 價錢其實很優惠很優惠 有幾優惠 對 性價比是很高的 那一二棟的話呢 它屬於是矮樓層的 是只有五樓高的 嗯 那這邊呢 我們是帶精裝交付的 精裝交付的價錢呢 是截實了之後 14000一方 哦 14000 是14000左右一方 OK OK 那是均價 那三棟這邊呢 因為它是有高樓層的 嗯 也是我們流氓的位置 那單價的話呢 就去到萬六左右 萬六左右 哦 三棟貴一點 對 貴一點 那樓層越高就越貴 OK OK 那它都去到萬六左右 嗯 管理費方面是 管理費呢 2.8元 是 2.8元 自己的公司是怎樣的 是我們開發商名下的 一個物業公司 哦 OK OK 2.8元 那我們項目的總戶數呢 是332 嗯 那這樣的話呢 地下車位 地下車庫呢 就有406個的 406個 所以它的比例呢 就是 1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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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1.2 3 1比1.3 1比1.2 1比1.3 這個樓層可以做到兩梯的 是啊 所以呢 就突顯7 開發商的一個層歷 是 那它其實1樓會不會有單位呢 就是地面那一層 好像這些 沒有的 沒有的 1樓就是雙舖 雙舖 包括我們裡面的話呢 全部都是架空層的 1樓全部是架空層 6米高的一個入戶大堂 OK 都是比較高大上的 是 那3棟那邊 其實說真的要多少樓 才能看到一個 你一個看到一個號 我們前面這1、2棟呢 它的高度是自有五層高的 五層高 那就是七層 八層 是 沒錯 如果是去到3、4棟這邊的話呢 要是8樓以上 8樓以上 9樓開始就可以看到光景了 OK 是一線光景 是非常之美的 或者 生過來看看 其實你看看我們項目這裡 它看一線光景 南向你看看 看到我們這邊這條奇光 很美很美的 包括這個 輕忠廣場的摩天輪那邊 都可以看到的 這麼正 是啊 其實我想問 我們裡面小區會有哪些配套 我們配套呢 整個花園的佔地綠化面積呢 是有3,000個方的 我們全部都是架空層的 一樓是架空層的 我們有這個圓景的 水景 包括我們移旗這邊的 會有這個綠色的跑道 包括我們的這個羽毛球場 是的 OK 後面的座是什麼 後面這邊呢 是會有一個地下車庫的 地下車庫的七日口 因為我們整個小區呢 是人車分流的 人車分流的 這邊呢 是有一個地下車庫的七日口 這個呢 嗯 這個呢 其實現在呢 我們是一個工業配套來的 工業配套 是工業配套 譬如政府以後的部門 是 有一部分呢 會是一個物管處 嗯 物管處 OK 好 大致上都清楚了 OK 有沒有示範單位可以參觀一下 有的 有的 了解了模型的部分之後 我們先去看示範單位 本身呢 還有這個區位的介紹 還有一個發展商展示實力的介紹 不過呢 就不在這個上集裡給大家看了 我們呢 放在下集先給大家呢 詳盡了解 那麼到了成江月景的四棟這裡 因為它的那個示範單位呢 就是做了在四座的 那麼四座的護形呢 跟三座一樣 另外它一座和二座呢 就沒有做到這個樣板間的 那麼我們呢上去看看 進來一樓大堂呢 其實都是這些隔空層 包括一個面部的智能的識別系統 OK 回到來呢 我們 就上去三樓去看看樣板房先 進去示範單位這邊 是三樓的 我們先看一套03弧形 99平方 那麼說回到膠樓標準方面 進門的話呢 這個指紋馬馬鎖 包括我們的這個門呢 都是一個交付標準來的 而其實呢 這一隻護形呢 它最大的特點呢 是怎樣呢 它是沒有過度沒有走廊的 也都所有的房間 包括陽台和廚房呢 都是純南向的單位來的 那麼其實這一隻護形的整體 實用度比較高 那麼當然呢 做到純南向之餘呢 那麼它的廳呢 也是做了一個南北對流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鏡頭的左手邊 其實有個細窗連接著一個 採光井的位置 這點呢 都比較難得 做到全部順南向之餘 還可以做這個對流 OK 好 看回到 那麼我們客廳的交付標準 會是怎樣呢 我腳下邊這個 地板磚 還有呢 還有呢 長體都是 長身都是一些白色的雨膠漆 其他用眼睛都見到的傢俱呢 這些就沒有了 那就是軟裝標準 冷氣呢 都需要自己配置 那麼整個廳的開間呢 大概約不到三米四座入 而且呢 是延伸到外面的陽台 做一個呢 是方方正正的 沒有什麼錯位啦 好 出回到陽台呢 陽台的闊度呢 其實都相當之闊 有成一米七幾的 即是闊度 不是長度 長度其實跟客廳一樣 都是去到三米四五度 但是闊度呢 足足接輪到米八的 那麼其實我們在三樓 四座這個位置呢 其實都可以對望到 出去外面的一個 河景的了 奇崗河的河景 那麼當然啦 三樓的樓層可能不夠高 就給一些樹蒙遮擋著一點點 相信呢更加高呢 會有更加美的view 前面這一座 就是一座和二座啦 好啦 再回進來先 那麼我們欣賞完廳和陽台 再移一移 我們先來看看鏡頭 右手邊的廚房位置先 這個廚房呢 都頗為之大啦 那麼它是做了一個長形式的設計的 下面的話呢 這裡原留在一個雪櫃的位置 雪櫃呢 有個凹位 就要大大大地省下部分空間 而且 雖然它 不算特別大 但是呢 都足夠用的了 那麼也都看回到它其他三件套方面 方體的這個 這個車後煙機啦 燃氣爐 和一個消毒碗櫃 也都是將來我們的交付標準 也都做了這個吊櫃呢 是給我們的 OK 好 還有一個星盤在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做 再出來一個小陽台看看 將來小陽台可以放一放雪櫃 還有放一放洗衣機和熱水爐 好 這邊先欣賞一下主人房 主人房大套廁 肉眼所見到的衛生間的交流標準 除了一些可以動得到的毛巾之外 其他都有的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主人房裏面的設施 這個主人房我比較喜歡 它有一個 一個順藍向的大飄桌 以後是高樓層一點 睡在這裡 早上起床 就可以看著一條旗桿的光景 其實都比較舒服的 而且空間都不算小 但你見到 放一張大床之縣 亦都夠位置放床頭櫃和衣� 再加上房間的交流標準 是怎樣呢 都是一個白色的長體 以及用了一個木紋磚 不是簡單的 是木地板區 用了木紋磚的設計 所以這一點都值得稱讚 好 看完主人房 就是另外一邊的房間和客廁 我們先來看一看 這邊 鏡頭右手邊的另外一間客房 也是順藍向的 鏡頭左手邊的公用衛生間 公用衛生間 公用衛生間做了一個長方形式的設計 好 到最後我們的客房 也是順藍向的 這隻99平方 給人的整體感覺是非常舒服的 無論是入到來的光線 或者是整體的教育設計 它會好視鏡 真的相當相當視鏡 無論做到房間 乃至於廳來說 被人入到來 就會有一種非常之大氣的感覺 OK 這隻護形我們先看到這裡 關於這個中山城光月景的樓盤 上集我們先看到這裡 有些可惜的是 始終它在這些示範單位裡面 看不到那個光景 所以我們用到剛才的那個拍攝方法 在航拍機的輔助之下 模擬不同的樓層 去讓你看回那個光景 才知道景觀會有多漂亮 若然你真的對這個項目感興趣 記得盡早聯絡我們 看看現時有沒有哪些單位適合你 今集的樓到這裡 下條影片再見 我們為大家介紹 怎樣來到我們自家兄弟 最方便的旺角門店 由旺角地鐵站的E1出口出來之後 只需要向彌敦道方向 走到大路之後 向左邊一直走 會經過屈臣市和萬寧等等的商鋪 在匯豐銀行之前的位置 就是彌敦道655號商業中心 自家兄弟就在八樓的802和803室 樓下是不需要特別的登記 而等候電梯上來的時間 也是相當快捷 上到八樓之後 只需要向著801-805那邊的方向 推開大門 就可以見到我們自家兄弟的 旺角物業直播展銷廳 在這裡我們會提供舒適的環境 被準買家慢慢欣賞去心意的物業 也有專人提供樓盤資訊 以及解答買家的疑慮 無論你有任何的需要 都歡迎你來到我們旺角門店 向我們查詢一下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